灵异播客 死亡预告 作者 猫眼看世界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我十岁时 奶奶诊断出肺癌已经一年了 医院住了很久 也吃了很久的中药 依然不见效 她越来越憔悴 晚上不打肚冷钉 就疼得睡不着觉 我们都眼看着 却无能为力 奶奶那时候 最疼我父亲 妈妈生了我以后 又更疼我 她生病住院以后 我常常坐在家门口 等她回来 并偷偷地掉眼泪 我心中一直知道 那时在医院的她 也是很想念我的 那时我还小 不明白死亡 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以为人死了 跟出门一样 还会回来 那天夜里 我突然醒来 有一种很恐惧的感觉 笼罩着自己 我很小就开始自己睡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 不一会儿 爸妈睡房里的灯亮了 据父亲说 她听见窗户那边 有一串要是晃动撞击的声音就行了 打开灯要看看是谁 结果没有人 我那时的心里 也突然觉得毛毛的 就跑过去 要跟他们一起睡 这时电话响起 是在医院照顾奶奶的二姑 打来的 说奶奶不行了 让我们赶快过去 我们到的时候 他们正在拼命地用热水 给奶奶洗脚洗手 想让她好受一点 因为我是小孩子 怕吓到 所以被带到另一个房间 我坐在沙发上 整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 不一会儿 灯突然灭了 我听那边有人说 保险四断了吧 大哥去换吧 可是话音刚落 灯又亮了 过了没一分钟灯又灭了 几秒钟后又亮起来 这时奶奶病房里 突然爆发了一大群人的痛哭声 奶奶终究还是走了 而那个忽明忽暗的灯 却再也没有灭过